这场午后大雨虽然来得又急又猛 却交不起义工们热情的心 冒着大雨 大伙同心协力地按照既有的进度 努力布置着动图法会现场 1 2 2 2 制定组是整场法会的千里眼与顺风耳 为了让现场的来宾能够有最好的声光效果 体会法会的庄严与神圣 特地阻来了高画质的LED液晶荧幕 灯光 还有吊臂摄影机 我们要建立教法 要让别人也是看得到 我们在进行 那个动作的时候 像是主法的人 它是像佛像 全部像佛像 甚至还有从台湾远到了来支援的多媒体小组 与新加坡当地的同学们 正热烈讨论着正行当天 该如何将最好的画面呈现给全世界 仔细地烫着 黄色布满 一切的扇都是四条家的 小心翼翼的排列灯立塔 把象征喜气的红色灯笼高高挂起来 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 虚实大师都会加吉祥 因为那都是佛菩萨总关系的事情 这样做起来就会非常发心 就在大家忙得不亦乐乎之间 雨停了 金黄色的阳光 再度撒遍吉祥宝具寺的基地现场 真是吉祥啊 我是新闻台记者李家和 送人新香到你身边